Hello 大家好 我是曹宇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线上课程的第一堂课 健美训练的一个核心的思想是什么 就是所谓健美训练的核心思想就是我们究竟什么是健美训练 因为在很长时间对一些训练者的观察当中 可能大家并没有理解健美训练到底意味着是什么 可能就觉得就是举铁 用力举大重量等等这些 首先健美这个词汇其实是我们中文的一个叫法 那么这项运动本身是从西方 美国 然后舶来品传入到国内 那么英文叫body building 其实从英文上直接的一个翻译其实可以理解成身体雕塑 身体的建设等等 那么健美是中国的一种美化的一个叫法 就是健康身体 美丽身体 但是其实这两个意思大家仔细想想其实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美是核心 所以很多人对健美有一个误区就是 就是要练大 练大 练大 那么大肯定是要有一定的维度的 但是它的前提是美观 对吧 那么美观的话 虽然说这个清楚到美学 大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这种观点 但是总体上来说 既然它是一项运动 那么它还是有一个普遍的标准 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面可能八个人是认可的 对吧 八个人都认为这样是美的 那么这是一个普遍的标准 那么对于健美来讲呢 那么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那从这种普遍认可的美感上是什么 第一 那么肯定它是要 要有大于常人的一个身体维度的 这是肯定的 那么 这个维度大呢 前提是不能比例失调 也就是说你的上下身的比例 对吧 不能说上身过于发达 然后两个腿很细 或者说有的人腿特别粗 明显的大于上身 上下身的这种方法 然后你的身体的正面背面的这种平衡 对吧 有的人正面看起来非常好 胸肌也很发达 腹肌也非常棒 那转过身来以后 背部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内容 对吧 或者说臀 国绳小腿 非常的摔入 非常落后 这种正面背面 一定要平衡 再二一个呢 就是我们再说的细一点 那么一些区域的一种比例 那第一个比例呢 就是头肩比 对吧 头肩比 那有的人呢 天生可能头比较小 那这种先天的这种结构呢 也比较占优势 也就是说 稍微的肩肩的宽一点 可能就觉得肩就比较宽 但是我们大多数皇者的呢 这个头的这种形态呢 都是就比较宽的这种 所以呢 我们要想让这个头肩比看起来呢 就是说 比常年又有一个更宽阔的肩 所以呢 就要优先的 对我们的宽度进行训练 如果说 你上来的训练方法不到 你的宽度发展 从最开始就滞后于后度 那么整个人看起来就会感觉很怪 就是觉得这种比例上呢 就是不是那么的美观 就觉得很 很窄很厚 这种感觉 所以呢 头肩比是一个 就一个肩膘力量 给大家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印象 宽阔的肩膀 那么所以说 你的头呢 我们大多数人的头呢 如果说不是说特别的 先天就很窄很小的这种 那么你要优先的去发展身体的宽度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肩腰比 就是你的肩宽和你的腰部的一个比例 那有的人呢 就是我光是练的想念大 想念大 然后没有注意核心的这种控制 还有整个训练那种模式 发力的这种方式 那最后呢 就导致 虽然说 你的上身的肩啊 胸啊 变宽了 但是你的腰围也在 大幅度的增长 那这个时候 你整个人看起来就是 像一个方块一样 对吧 这个也是 缺乏美观的一种 身体的体型 所以呢 就是我们在发展的时候呢 你的肩部 胸部的这种宽度 发展的速度 一定要远远领先于你的核心的 这种发展速度 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 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的发力的这种模式 在后面这个训练的时候 就是 一定要避免 为了举起大重量 而去举起大重量 这种都特别容易造成的 就是核心的失控 所以我们在 后面去讲出一个 真正训练动作的时候 那么这一点 基本的 是一种身体姿态的控制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技术环节 再有一个呢 就是 我们 从这个 大重 审美的这种角度呢 你的整个的身体呢 应该是成一个 V字形的 V字形 也就是说 从脚 一直到上身 是从这种V字形 这样去长上来的 那从 近期的一些 传统健美上来说呢 那么对这种 大重审美的 又有一些 改变 也就是从这个 整体的V字形的 变成了一个 X形 也就是说 比如说 比较代表性的 就是 罗尼库尔曼 菲尔西斯 这两个 奥林匹亚先生 那么他们就是 从 以腰部这块 为中心 它是细进去的 然后往上 整个是V字形 然后两个大腿呢 也非常的抛 外翻出来 所以整个人 看起来 那是一个 X形 那么这个呢 从近期角度 现在呢 是比较 流行的一种体型 但是呢 可能对于 更多的 大重审美来说呢 可能 大重上 更接受的是 V字形的 所以说 也就是说 现在又重新出现了 古典 剑体 还有剑体的项目 那么他们比较强调的 就是 上肢成道三角 腿呢 适度发达 整个人 看起来是一个 V字形 或者说 外字形 这样一个状态 那所以说 所谓古典剑美 或者古典剑体呢 就是 当时可以大家理解成 阿朵德 士华 金格 弗兰克 斯安 就是他们的一个 70年 70年代的那批 剑米鲁男 以他们为代表的 就是非常典型的 这种 V字形的形体 就是 上体 倒三角 非常明显 肩宽 腰细 头小 然后腿呢 适度的发达 然后从80年代 再往后期 从 耶词开始 然后再到 罗尼库曼 罗尼库曼 发展到了一个顶松 然后就是 开始往X形的 这个方向去发展 但是呢 后来呢 国际的 建美联合会呢 发现 虽然说 这种体型呢 越来越夸张 越来越震撼 但是呢 也缺乏被更多 广泛大众的 这种审美的接受 接受度 所以说呢 又重新的 为了把这种审美 往回拉 又重新开设了 像 舰体 古典舰体 这种项目 所以呢 在这里 提到 就是说 这个 建美运动的 这种美观 美观度 美感 美学上来说呢 大家呢 也可以 根据 就是说 自己的一个 身体条件 你可以看看 你更适合 是往哪一个 方向去发展 那如果说 你先天是 小股价 小股价的 这种体型 那么 你可能更适合 往古典 这个方向 也就是 微字型的 这种形体 去发展 就发展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